女人刚生下儿子就抛妇弃子与男人私奔 八年后丈夫恢复身份入朝为官 她却主动找上门来想要重入家门 而婆婆因为她是贵族就让她留了下来 在得到婆婆的认可后 女人更是变本加厉 她在公主面前摆出一副正式的样子 句句直言公主只是个小妾 进门当日就霸占了公主的房间 就连公主的衣物她也不放了 然而她对公主的欺辱远不知此 她还把公主当奴婢使还 让公主给她洗衣做饭 更是拿起脏衣服直接砸在公主头上让她洗干净 根本不把公主当人看 婆婆看见后想要上前帮忙 女人却端起夜壶让婆婆去倒吊 表示这才是她的工作 面对八语前妻一次又一次的欺辱 公主却选择忍气吞声不和她抵抗 好在这样的日子持续的并不久 当八语回家得知前妻找上门来时 她当即就揪起前妻要将她搬出去 然而前妻却急忙威胁八语 表示若是将她赶走 她就说出家中藏着公主殿下的秘密 八语听完瞬间变得无可奈何 她不明白前妻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的 前妻见威胁剑校急忙跑了回去 然后将房门反锁了起来 八语质问母亲为何要将那个狠心的女人留下来 母亲直言那个女人是贵族身份 这对石英长大后考取公民有帮助 她不能让石英做一个贱民的孩子 表示这样会祸害石英的一生 任凭八语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 无奈之下八语只好说出了公主的身事 母亲听到儿媳的真实身份当场就吓尿了 就连门外偷听的妹妹也被吓了一跳 谁能想到这个整日被他们欺负的女人 竟然是公主殿下 在得知儿媳的真实身份后 婆婆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前妻 要是将她赶出去 她肯定会说出公主在这里的秘密 八语只好先将她暂时关进柴房 直到这天一直联系的住持师傅来到家中 看着八语们为难不知如何处理 于是他提议让她带走前妻把她带回山上调教 好让她重新做人 那样必能改掉她的习性 但是几人的对话却被前妻在门外听得一亲二丑 所以当八语来到柴房准备带走前妻时 柴房内早已空空如也 并且母亲的房间也被翻得乱七八糟 家中的地契和首饰都被偷走了 此时的前妻已经拿着家中财产来到了丞相府邸 她将公主还活着的事情告诉了丞相 在拿到丞相的赏金后 前妻果断地说出了公主就在八语家的秘密 然而当她说完想要离开时 却被丞相的手下拦了下来 就这样 前妻被她自己愚蠢的行为害得即将下地狱 看到丞相的做法是不是瞬间觉得很紧气 而丞相得知消息后立刻就率兵来到了八语家 她刚走到门前 公主却主动打开门走了出来 丞相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以为早已去世的儿媳 现在会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 一见面她就下令要将公主抓起来 属下刚要动手 八语却赶了回来 并且紧随其后的还有周围居住的平民百姓 今天是八语家给平民们分发口粮的日子 为了不积起名分以及不暴露公主的身份 丞相不得不暂时下令离开 然而丞相不可能就这样放过公主 夜里他便派人前往八语家想要去暗杀公主 当杀手们到达后搜遍所有房间 发现他们早已逃跑 但是此时的八语他们并没有跑多远 很快就被黑衣杀手追到 把他们团团围组 就在八语和杀手们浴血奋战时 国王得知消息亲自带着禁军赶来 下走杀手将他们救了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